最近這兩年,長龜又喜歡吃了牛油果 特別喜歡吃菠菜 還有火龍果,不要說榴槤 這四樣東西,我想前幾年都沒有想過 那麼有感覺和喜歡吃的 生吃菠菜 食生改變了我整個做人的每一方面 從2011年開始到現在都很多年了 覺得很棒 很多人在這幾年聽到一首歌說吃生 又看到我們整班人吃得這麼棒 問我們很多東西,我們就開班 現在多了很多人,全香港都說 你去很多餐廳都開始做一些吃生的菜式 我們每個禮拜都搞私房菜 你說起,吃生可以很簡單 就這樣吃就可以了,不用煮不用吃 選對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就可以了 但事實上實行的上來 又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因為你要面對很多會發生的事 你要很多適應,習慣,你的信心有問題 可以不可以,是不是這樣吃 我又沒有吃錯,有排毒反應 又不知道怎樣處理 所以我們這幾年,三年 每兩個月一次我們就開一個吃生班 很多人來了,看著他們改變了 可以知識到他們,我們都覺得很好 現在我的同事,整個團隊就說 現在我們重新組織過了 每三個月就搞一個旅程 旅程的開始就是講吃生,講排毒 現在我們改為兩個日營 即是你來我們陸野林那裏 大家一起做吧 大家心裏面有很多疑問 我們都可以一起去研究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過 想生命改變的 想生命裏面有新的一章 踏上新天新地 是吃生開始的 我們很樂意成對人跟你一起分享 我們支持你